慧英宏 謝謝觀音 恭喜 慧英宏 幸運是我 慧英宏 香港影星慧英宏 不僅是影后的常盛君 他的家族更與慈禧太后 有親戚關係 隸屬滿洲正皇期 葉赫那拉市 慧英宏的父親 還是山東的大戶人家 但美好的生活 穩於紅衛兵的清算 我娘家的配家 我來替金 都在這收拾架子裡邊 他說沒就沒了 慧爸爸一路逃到香港 身邊還帶著七八箱金條 數量多到一輩子 不愁吃穿 卻在香港遭到詐騙 家財散盡 一家八口 只能擠在貧民窟的 小小木屋裡過日子 我是排第五的 家裡還有第六的 前面四個因為都表年紀大 送去學習了 本來連我都要送走的 可是因為那個老師不要 我太小了三歲 烏漏偏逢連夜雨 慧英宏一家又遭遇 香港史上最強的颱風 那時候我們住在木屋區嘛 睡著半夜 晴盆大雨 就是溫帶吹 整個木屋沒有了 沒有 當天晚上我爸 我妹妹 我媽四個人 露夜就去到那個樓梯底 的一些養房的閒盆底了 就在那邊住 當年才三歲的慧英宏 一整天沒有吃飯 和爸媽喊著肚子餓 大人可以忍 但孩子怎麼忍得了 慧媽媽只好厚著臉皮 帶她到市區討食物 我媽媽帶著我去那個餐廳的後面 餐廳都會把那個吃剩的 弄得很乾淨在後面 發給一些窮人嘛 我們就是吃那個 吃了一個多月吧 母女倆天天在餐廳討剩菜 帶回去樓梯底下 一夾四口分著吃 鄰居阿姨看不下去 主動來介紹工作 有一天她就過來嘛 跟我媽說嘛 她說你這樣生活 其實小孩也很慘 那時候常常下雨嘛 又睡在樓梯底這種 她要不然你跟我去灣仔要錢 那時候是美軍來灣仔去度假嘛 打完越南這樣就去 來香港是酒吧區 來一個小度假這樣 所以賺錢的方法比較快 要錢的方法比較快 原來阿姨口中的工作 是到香港的灣仔酒吧區 向外國軍人兜售口香糖 但實際上是靠著撒嬌 乞討更多的錢 至此十年 十年在灣仔 就是要賣口香糖這樣 賣到我十三歲可能 看很多巴黎 看很多這種黃色的事情 那時候就覺得自己不能再待在那裡 我不能一輩子是這樣子 那剛好那時候有一個很大的戲院在灣仔 叫東城戲院 那林黛他們都來做手影嘛 那我覺得哇好漂亮 我看到的以為就是最好 我說我必須要做明星 不想再被叫乞丐 灰紅夢想當明星 他先到當時香港最大的夜總會當舞女 天資聰穎的他 短短一年就當上林舞 在一次的表演裡 被武俠片大導演張徹一眼相中 真的非常好運 張徹那時候整理色調英雄圈 就來我們飯店吃飯 其實隨意的吃飯 剛好就看到我表演 他說我挺靈活的 那當時就再試鏡的時候 金庸先生就在了 我試的就是木念詞 當時導演就問金庸先生 我能不能演 他說很像 所以就這樣就敲定了 我就演了 姑娘請 公子請 當年年僅14歲的灰英紅 被張徹向仲進入邵氏電影公司 因為年紀小 大家都叫他小紅 完全沒有功夫抵制他 趕鴨子上架 第一部電影射掉英雄傳 就單任第二女主角 可是因為我可能是街頭 我的運動18比較快 對我來說 說要學那種東西很快 拍完之後 李漢翔導演就覺得 這個女孩挺好 挺可愛 就開了一系列的 戲作乾隆的故事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本姑娘到現在為止 還是個黃花閨女 就算是嫁人 也不會嫁人 你這個蠢豬 這一打竟打出了口碑 黃飛鴻 黃飛鴻第四代弟子 香港著名武術指導 劉家良 也指定要揮英紅來演 你們怎麼這麼久才來 我們來晚了 真對不起 我是單後面第三排的季女 一排的女主角 拍了一個鏡頭之後要打 她很疼 她落跑了 這電影都開拍了 臨時要去哪裡找女主角呢 導演劉家良 腦海裡第一個浮現的人選 就是蠢豪 叫她的副導演去找我 然後副導演說 她不知道在那邊 她也沒看 造型造型 那我就照了型回來 她就覺得 好漂亮 說是第一女主角 精確來說應該是這部片裡 第一個被打的女主角 但蠢豪忍著痛 為了錢也要繼續拍 所以我穿的那個大裙子 我就衝這樣 整個畫面出來很漂亮 一拍那頭我非常好 就為我寫了一個叫掌握 你們還敢過來 過來 過來 過來過來 過來過來 提拔的 提拔的 1979年開始 劉家良開始提拔惠英紅 替她設計武打動作 她更因美艷又剛強的女打仔形象 獲得首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女主角 也是立即唯一一位 靠武打戲成為影后的演員 年僅22歲 頂著影后光環 揮英紅出演的電影 叫好又叫做 但順風順水的演藝錄 卻是由傷痕累累的身體換來的 那時候其實因為我沒想到 原來當明星是那麼痛苦 那麼辛苦 每天12個小時 每天就去打架 如果人家拍一個是有1萬塊 可能我只有一千塊 所以我必須要做十個工作 曾經打到脫臼骨折 卻只能領少少的薪水 恩師劉家良知道了 積極替惠英紅爭取權力 這才把月薪提高到5萬港幣 是當年平均月薪的6倍 讓惠英紅終於能夠脫離貧窮 卻因此傳出 兩人之間有望眠之愛 因為愛情簡單地生長 依然隨時可以為你瘋狂 很多人在傳說 惠英紅他雖然會打 可是為什麼會那麼多武打戲 都要找他 然後那麼多的導演都要請他 當第一女主角 他真的有這麼會打嗎 不是不是 他是因為那個導演很喜歡他 他跟那個導演在談戀愛這樣 當年導演劉家良45歲 引進有家事 和惠英紅差了23歲 兩人的緋聞傳了好幾年 就在劉家良與原配離婚 大家以為他們會修成正果實 劉家良卻另娶一位 19歲女友翁進京 那為什麼還要維持在一起呢 基本上我的性格都老早就分開了 惠英紅很快地又傳出 與另一位大他七歲的武術指導 陳曉冬交往 但最後也是無疾而終 連著兩段與大叔傳戀情 有一說跟惠英紅的童年初戀 有很大關係 在那個灣仔大街在賣口香糖 賣玉蘭花那個時候 曾經有那種美國大兵 就是很喜歡他 還用英文跟他說 I love you這樣 這其實在一個校女裡來說 就是出兩碗 玫瑰黑玫瑰 我愛你 但是溫柔的美國大兵 隔天就被派到越南作戰 從此沒了音訊 但這段純純的告白 依然記在惠英紅的心中 不過至今還是沒有找到 當年告白的美國大兵 而惠英紅在演藝圈 也不乏有人追求 更曾和一位富商交往 兩人還一起到外島度假 最後卻因為這件事鬧分手 為你揭開惠英紅英姿灑灑的另一面 Playboy特寒為英紅巴黎寫真集 1988年正值武俠電影《世維》 惠英紅想證明女打仔也可以很有女人味 因此飛到巴黎拍攝露點寫真集 力求轉型 但是最後轉型失敗 感情也亮起紅燈 沒有想到男朋友大發雷霆 然後把所有寫信都撕掉 然後說兩條路給你選擇 一條就是退出演藝圈 第二條就是我們兩個就分了 富商男友的不諒解 反倒讓惠英紅看清 兩人不適合提出分手 隨後惠英紅就和小七歲的反派演員 黃紫陽陷入熱烈 那談了戀愛之後 後來才發現說 哇這個小男生真的太厲害了 他同時有四個女朋友 他都用你的名義 他還花你的錢 然後在外面 就是說像花蝴蝶一樣 你真的是不要跟他在一起 有損你的名譽 甚至有朋友跟他講說 你真的是被他劫財又劫色這樣 彷彿命運之神開了一個大玩笑 曾經紅極一時的影后 面臨一連四段愛情都沒有結果 加上事業走入低谷的雙重打擊 我 往哪裏去 才能 找到自己 我覺得我為什麼 上一年我還是非常賣錢的一個演員 今年來的就是一天兩天的群眾演員 我就沒拍 一直這種我都不拍 三天的不拍 五天的不拍 一天的不拍 那再半年之後 你想拍也沒有了 無戲可拍的慧英宏 陷入人生的最低潮 困在憂鬱症的回圈裡 每天躲在房裡痛哭 覺得自己很討厭我自己 太垃圾了 人家不要了 到最後面真的覺得自己是 呼吸都是浪費的 真的啊 我最高的時間 應該三個多月沒離開我房間 慧英宏一度吞下整罐藥 打算結束生命 幸好慧媽媽和妹妹 及時發現送醫 才撿回一條命 或許是鬼門關前走一遭 慧英宏突然想通 自己有錢有房 只是沒有地位 要改變 那就積極的去爭取 那我去看四人的醫生 就用了九個月時間 除了看醫生 自己學很多東西 然後自己把自己弄得很好的時候 我才敲門 你要放手啦 不是女鬼我打 你別幫我任我 我會和你搶喔 人跟鬼在我同一個身體裡面 爭我的身體外面 那種就像我在拍動作片裡面 有一些的經驗 慧英宏付出完全不挑角色 第一部電影《幽靈人間》 和舒淇同台飆戲 雖然視野阿姨的角色 出現不到十分鐘 但那段被鬼上身的掙扎 卻讓大家注意到 慧英宏能打也能演 電影圈的人覺得慧英宏會贏 然後那個後面 外面的觀眾的回想也挺大的 我才會有後面的機會 最斷定性我的生死的 一個電影就是《心魔》 你怎麼不用我買給你的電剪刀啊 我不會用 所以用會剪刀 去學嘛 投地點 慧英宏在電影裡 把失婚媽媽對獨生子的 強烈戰友慾 詮釋得非常到位 而真實人生的慧英宏 從未生子 精湛演技 全靠自己揣摩 我的鬥心很強 所以我整體就把自己 弄得盼盼的 也沒有跟導演溝通 我想怎麼樣 其實我自己已經準備好要怎樣 他還覺得很奇怪 怎麼那麼嚮往你虛壓人 對 那個電影就讓我再重新 活過來吧 慧英宏 神魔 事隔28年 慧英宏終於從低潮幽谷翻身 再度豐厚 只要是好角色 我都會盡量做好他 我不會令你們神魔 從哪裡跌倒 就從哪裡站起來 慧英宏憑著心魔 重回影后寶座 接著七年後 第三度豐厚 你58歲那一年 能當一個女主角 拿了一個金馬獎主 女主角 其實是非常特別的 因為很難那麼老 有一個角色給女主 慧英宏話裡沒說的是 她重回電影圈的榮耀 來不及讓媽媽看到 因為慧英宏的媽媽 罹患失智症 意識不清 常年臥病在床 慧英宏多年前 不曉得媽媽生病 經常對她惡言相向 慧英宏接演 失智症患者角色 希望透過電影和媽媽盜竊 還因此獲得多項大獎 但慧媽媽卻在頒獎前幾個月 因病故事 我媽媽是有十多二十年的老人痴愛 當我拍攝的時候 其實我選了這個故事 我看到我媽已經在床上 連飯都不吃 我很希望 可以讓更多人知道 老人痴愛是需要人關注 多小人曾經愛你 青春歡愉的事實 愛慕你的美麗 假意或者真心 只有一個人還愛你 堅成的靈魂 愛你創老臉上的糾米 步入六十歲耳順之年 回首人生 又如電影般戲劇畫 從街頭乞丐變成金馬影后 慧英宏說下一個目標就是結婚嫁人 希望老來有個伴 幸福過餘生